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击柱可有大碍 只是多了几道裂缝 我已带了天兵修复加工 只是这裂缝如此巨大 定是在仙魔大战之时 悬祥以九尾蛇重击所致 不知是哪位仙子护住了击柱 并用仙法遮盖了原貌 这才未被发现 是汉的灵力 炎丹 将此事通报出去 调查一下这阵和先所为 暴雨帝尊风尚 不必了 此人已不在天际 他对天际荣耀毫无兴趣 定然不愿将性命留在天侧之中 不愿 等等 先� 곧 三十一 远非 林莫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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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墨哥哥 鱼 鱼墨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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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受伤了 我们不要再尝试了 我们回去想别的办法 还有其他法子 可以打开天西的 鱼墨哥哥 我们不要再尝试了 好不好啊 鱼墨哥哥 你看 天西开了 我可以下期去找颜淡了 好 鱼墨哥哥 我祝你早日找到颜淡 等你找到他的时候 一定要带他来南海看我 谢谢 快去吧 对不起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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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气溃空 元灵俱散 李宗盛 您方才好不容易才恢复一些先例 这如今 李宗盛 李宗盛 跟我们回宫吧 我去请天衣 不必 我现在遭受的 那是我自己该还的 延续天宫 天界人心向往 于我而言 那不过是牢笼一座 我活了这万千年 从未有过这么开心的回忆 看不清火焰 痛也模糊了 可心里的痛 却丝毫不见 但我敢彻底丧失那日 就再也不会痛了吧 陆明 为何如此慌张 延旦 在忘船苦度了八百年 始终未过 再过几日 就到九百年之期了 延旦就要死了 这下你满意了吗 怎么可能 我明明在渡船者中 看到了他的名字 帝尊 你撇下帝君之责百年 好不容易苏醒回归 为何还要触犯天条 一错再错 帝尊 我心结未了 许下叶网川救人一名 颖元 你若一意孤行 吾 要按照天规处罚 帝君 你身为天界上神 诸仙表率 若此刻公然违抗帝尊 如何服众 天规戒律盛不可犯 我既为令便请自罚 以法 重伤天兵 二法 无逆递尊 二法 无逆递尊 三法 四下忘川 尼多 一心 二法 一心 一刀 三法 二轴 二司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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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究竟受了多少苦楚 竟变做这般模样 数百年过去 你如今 可还远近 语葬 对不住啊 今日还是没能忘华前尘 逗不了忘川水 又让你无法交差了 严丹 你我相识多年 不必这么见卫 我会助你独川 你一定会冰冰安安的 都已经快九百年了 还是没能忘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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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